嗨,我的名字是Kai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檔案需要傳輸 就需要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然後從電腦傳輸到硬碟 或是從電腦傳輸到另外一條電腦 那中間就需要一直傳輸到硬碟跟電腦之間 那硬碟的速度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目前使用了 就每天日常使用的就是這個傳寵 傳...傳傳 Hi,My name is Kai Ewan Hi,My name is Kai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所以我們常常會傳輸非常非常大量的檔案 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然後從電腦傳輸到硬碟再從電腦 Hi,My name is Kai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Hi,My name is Kai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常常會傳輸非常非常大量的影像 然後檔 就是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從電腦傳輸到硬碟 然後再從硬碟傳輸到電腦 然後再從硬碟傳輸到電腦 各種傳輸 那我現在目前傳輸的日常 就是用這種傳統的2.5吋硬碟 然後就是外接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從各種不同的電腦 或是各種裝置傳輸到另外一個裝置 那這個 需要花時間 就每一個傳輸資料都速度不是很快 就是你每一次傳可能就要二三十分鐘 你就要等它在那裡傳 然後就是一個不長又不短的時間 非常非常尷尬 那它的速度也沒有快到可以說 你如果拍影片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硬碟來剪輯 就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它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就是你影片剪輯會卡頓 所以我電腦裡面裝的全部都是M.2 所以你要剪輯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裡面的M.2清空 也不用清空啦 就是如果有足夠的資料 足夠的位置可以來剪輯的話 我們就把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丟到我們的M.2 不管是筆電或是桌機的M.2來剪輯 或是處理這些影像的部分 那這個中間的傳輸速度 我覺得需要再剪短一些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有兩個產品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就是有點像是升級嘛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在傳輸電腦跟硬碟之間的速度 還有我們今天這兩個東西 理論上就是可以直接插到電腦 不用再傳到我們電腦裡面的M.2 就可以直接從外接的這個小小的硬碟 就可以來固態硬碟就可以來剪輯 那這就是我們的Crucial P2 就是MVMe M.2的Store 就是SSD啦 2T的 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最大的2T容量 然後是價錢最便宜的 而且是我有看過的品牌 美光啦 算是大牌吧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的ROG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SSD的外接盒 就是裝一個M.2 就是我們把這個Crucial 直接接到我們這個外接盒 然後這個外接盒就可以用Type-C 直接連接到我們的各種裝置 就是平板手機也是可以 那我們就來速速開箱吧 那我們就速速來開箱這兩個產品 然後我們就來實際使用 測試一下看到底是速度多快 那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這兩個產品 然後來測試看到底它的速度是多快呢 到底有沒有升級明顯升級 還是我根本就有在浪費錢呢 好我們先開 好我們先來開我們的 好的我們先來開箱 好的我們先來開箱 好的我們先來開箱我們的ROG Strix 那 América 我們先來開箱ASUS ROG STREAK ARION 這個Lite版本 簡配版本 就我覺得就是一個外結 kör 也不需要太多奇怪花俏的周邊 我就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所以打開裡面就是 所以一打開,第一個就是我們的ROG Strix Arian 哇塞,真材實料 整個是金屬耶 硬邦邦,我以為它是塑膠,結果它是金屬 感覺非常紮實,非常真材實料 好,接下來裡面有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附 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根 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根SIM卡卡針 因為這個ROG Strix Arian它的特色就是 你用一個SIM卡卡針 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盒 SSD ok,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 ok,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SIM卡卡針 因為這個ROG Strix Arian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免工具 免工具嗎? 就是用一個SIM卡卡針 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盒打開 ok,盒子裡面還有幾本的說明書 ok,盒子裡面還有幾本的說明書 一條Type-C到Type-C的連接線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開箱完成了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開箱完成這個硬碟盒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一下這個便宜的M.2 Crucial P2的2T硬碟 M.2 SSD硬碟 好啦,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ok,那我們 好啦,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這個硬碟盒就開箱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這個Crucial P2 2T的M.2 SSD 硬碟 OK OK... SWEETY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超级迷你的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超迷你的SSD啦 OK 这里我们的超迷你SSD OK 这里我们的超迷你SSD OK 这里我们的超级迷你SSD 它写Made in MX MX是哪里呢 Mexico吗 MX Mexico吗 是的 没错 Mexico 是的 没错 是Made in Mexico 是的 没错 是Made in Mexico 是的 没错 我是Made in Mexico Mexico 墨西哥 好啦 那我们就来想办法把我们的M.2 塞到我们的硬底盒里面 OK 所以我们就拿着我们的SIM卡卡针 然后我们就来戳一下这个盒子 哇塞 这个开 这超帅 这个开起来 这真的是真材实料 它的硬碟盒 整个都是金属机身 这真的是超级真材实料 我以为硬碟盒都是整个是塑胶的 结果它整个是超级扎实的金属 所以重量也是重了一些些啦 就是有 有点也有缺点 OK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盒子 OK 所以打开我们的盒子 OK 所以这个盒子 所以这个硬碟盒 那这个硬碟盒的 那这个硬碟盒的上盖 那这个硬碟盒的上盖 还有附两片的散热 就是散热片 就是可以让你的SSD更快的散热 我也不知道到底效果如何 因为我也就是平常在电脑里面的M.2 也没有这散热的 它也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散热到底会 有没有影响它的效能 但是你如果长时间的传输 那个M.2真的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烫 所以有的散热是还不错的东西啦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M.2插进去 插反 然后后面的螺丝就给它锁起来 OK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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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螺丝 偏难使用 对 对 中文字幕提供 OK成功安裝我們的 OK成功安裝 OK成功安裝我們的Crucial M.2 OK成功安裝我們的M.2到我們的硬碟盒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輕鬆的蓋起來 OK成功安裝